你看看人家饭店 多气氛 咱们什么时候卖煎饼 能攒够了钱开这么一家餐厅 我就吃足了 还超级 慢慢来 煎饼果子 做你们的 卖煎饼果子的 在这儿做上几天也可以了 老在这儿做影响我生意的 我怎么影响你争议了 我怎么影响你争议了 你看你看你看 你说我做我的 啥说呢你 你这摊摆我店门口我还能干吗 我是摆你门口的吗 我在你鞋鞋面待着呢 挪挪挪快挪啊 我挪什么呀 我就搁这怎么了 我就在这卖怎么了 管你什么事啊 这是你们家地方啊 你牛 你牛 这写着你姓呢 写着你名吗 我当然要挪了 我告诉你去我们村打听打听点 周梨花谁不知道啊 我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是这上海人吗 真是的 还跟我厉害 怎么样 这 煎饼果子 老大 快点 打架是不是 还动我男人去吧 想打架行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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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拿拿 快 堵车 快 快 快 让你 快 让你 让开我 快 让你 快 让你 打烟鱼 快 快 打烟鱼 快 让你打烟鱼 哥 兄弟 走了 你们没事吧 没事 兄弟 真不怨我们 是他们先动的手 我知道 我知道 情况我都了解了 你别了解啊 嫂子 我跟那边 都已经说好了 回头 我把钱交了 你们就可以出来了 你们再 再忍一忍 妈 你有什么衣服 我给你一块都洗了 我没有衣服 嗯 这个 一样 好 都洗个吧 可陈啊 妈 小明在吗 她洗衣服呢 什么事儿 你跟我说吧 哦 妈 是这样 我哥哥嫂子 在外边 出了点事儿 现在在派出所呢 那个 我跟对方协商了一下 对方同意私了 但是需要 交五千块钱 您能不能跟小明说一声 让她带五千块钱 来派出所 属下人呢 五千块钱 你自己没有吗 妈 妈 您也知道我的钱 不都在小明那儿吗 哎呀 她不行啊 最近她手头不宽裕 我把她那钱都给买那理财了 定期的 现在拿不出来呀 眼 妈 我知道小明她 从来都不买七斤的 当然了 您对我哥哥嫂子有意见 我都知道 但是 这种时候不能见死不救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是不是妈 怎么叫见死不救呢 没有钱怎么救啊 您还找着你爹妈吧 好 就这样 我喂孩子呢啊 好嘞好嘞好嘞 喂 喂 妈 喂 喂 说吧 你是真行啊 你刚回来才几天面子这么大 连派出所所长你都认识 哎呀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是 现在做生意不就拼个人脉吗 是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了 你说要不是你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找谁去 那个什么 那钱啊 我过来就还给你 白腕 咱俩是兄弟 钱的事不要提了 哎 那那不行那不行 大哥嫂子也不容易 等以后攒够了本钱 自己开一番店就好 喂 真 那我们不行啊 你说我们两个人 连个存款都没有 还开什么买卖呀 小生意 也是 我有个朋友就是做连锁餐饮加盟的 这现在做生意啊 没个几十万还真下不来 是 现在什么都不容易 那个兄弟 什么叫连锁餐饮加盟呢 这样 嫂子 大哥 我请你们吃顿饭 咱们边说边谈 好不好 来来来 走走走 没关系 走走走 不是 你看你行 真不好意思啊 您卖一卖一卖 您卖一卖 还是得靠着我同意来 真是 这 你这兄弟真挺好的 四老苗 干嘛 七娘 算你狠 啊 你抽什么疯啊 又怎么了 孩子睡觉呢 少给我装算 对 你是有钱人 总监 对吧 是 上流社会 我告诉你 我不光认识你一个上流社会的人 我也不光只认识你一个有钱人 我以后要再瞧着你 我都不识人我 你使劲力啊 是 哎 就是可陈他们那同学 罗总说的那个加盟店 哎 我觉得这事不错 我觉得最起码他赔不了钱 你觉得呢 你忘了罗总还说那么一句话呢 你要想开那加盟店 怎么也得二三十万 咱有啊 咱有 你看啊 咱们反正也不回乡下去了 就在上海婚了 那咱留下乡下的房子干什么 对不对 咱还不如把它卖了 然后拿这个钱去开个加盟店 这样钱能剩钱 你觉得呢 不不不不不 我不同意 那房子一卖了 咱就什么都没了 他 万一 万一赔了呢 不是那万一他要是赚了呢 对不对 你怎么磨弄呀 有什么事情 你怎么一点都不跟 不像个男人 一点魄力都没有啊 什么魄力不魄力 男人不男人那魄力 反正我觉得赔了 我 我 我不同意啊这是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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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谁呀这是 你 你 你干嘛你吓我一跳 你也吓我一跳 你怎么上厕所你 你怎么不开灯啊 你这是干什么呢 不是 我上厕所他没锁门 他也没开灯 那你也已经没锁门了 你不是说你这人吗 你闻名人 你为什么不锁门啊 为什么里面不锁门 人家不锁门 东西人哪有锁门的 你不能你上来 这不是在农村 这是我家 这是房子我买的 你知道吗 你想的意思 你动不动就说 这房子是你买的 我住你们家又走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打我你怎么办 你这人不是在买的 对不起 你打我 你打我 你打给我 你打给我 打我 打我 你别打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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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 你打你 I know 一会儿啊 我觉得咱们应该回老家吧 兄弟这家让咱们给折腾的 我不是说你啊 反正我是觉得 咱们该走了 你这回就回吧你说你哭什么呀 我不想回家 好不容易出来了我就不想回家 这么呆气不是个事啊 你这给人家添 给兄弟媳妇添多的麻烦 那你回吧 好 客人 没事吧不要紧吧 都摆定 怎么样啊你 来看看 大爹啊咱该回去 俺真不想再看着儿子受罪了 回家吧 回家吧 俺也折腾不起了 还是咱老家那一亩三分地儿好啊 嗯 那可儿咋办 还有哥哥还没人在 不管他们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他们爱怎么生活 他们爱怎么生活 就怎么生活吧 他们爱去哪儿去哪儿 你 你咋这么狠心呢 你说去火车站能买上火车票吗 买不着也得走 站着也得回去 你咋回去了 你咋回去了 还有一点儿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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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去哪儿这是 去火车 去火车干嘛呀 回老家 这样 我送你 不合适不合适 没事没事没事 来吧来吧 行行行 来吧来吧来吧 没事 谢谢你啊 兄姐 那个老大 你这是回老家干什么呗 嗯 那个 我我其实不想回去 哎呀 不回去怎么成啊 不回去孩子胆 我这这煎饼摊也练不了 也干不了 这我们一家这老的老的小的小的 都吃住都在我兄弟家 这这么长时间了 这总不是个事儿 回去 回去能干什么呗 回去能干什么呗 我们这剧团解散了 倒是下岗了 没事儿干 农民 种地 种地吧 大哥 嫂子 要我说呀 你们这天别回去 上海滩有我罗平阳在这儿呢 就没有你们不发财的机会 正好啊 我要去开一眼那个加盟店 你们也跟我一起过去看看 看看有什么商机 那个什么罗总啊 就你说的什么店也什么的 其实我们都挺想干的 真的 我我 但是你说我没本钱怎么干呢 哈哈 嫂子 跟我罗平阳做生意还用什么本钱呢 走吧 哎呦那太好了 老婆这样不好 哎呀你快上车吧 人家兄弟都说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 哎呦太好了 哎呀,拜拜 哈 大哥 哎 嫂子 这一半坐啊 哎呀 哎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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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给我来三瓶下午茶 对 好 快一点啊 大哥 嫂子 我呢 刚回国不久 暂时呢 就先住在这儿啊 那个前几天 我们弟妹让我们 也住了一个酒店 一天就好多钱呢 那您这住了那么长时间待花 人家罗总是什么人呀 人家不在乎这点钱 是吧罗总 是是是没有没有 大哥嫂子 百万知道 我们在国外啊 也是白瞅几家 一点点干起来 你们放心 只要你们好好干 早晚有一天啊 跟我一样 我们一定好好干 我们跟着你罗总 一定好好干 罗总啊 我们要有您的鸡脚干了 真的我这辈子我就知足了 可安他们这会儿 该到习州了 谢谢 真是的 昨天晚上我们事情 真是我错了 对不住 不是不是 我心里去 不是不是不是 是晚的不对 你说 咱们一家人本来过得好好的 叫咱们这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都给打散了 没有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等到花大姐 上幼儿园了 我还得回重庆 日子 还是他们想两口的 是是是是 你们等一下啊 他爹 你说本来在这儿住得好好的吧 也不觉着 现在要走了 还真有点舍不 真是 这马上就要走了 还啰嗦的啥呀 换换鞋走吧 来来来来 来 来 亲家别嫌弃啊 这是我特意给你们 买的上海特产 看看 小孩子就吃点啊 就算见到孩子了 那么客气干嘛呀 客气了 谢谢亲家 谢谢亲家 谢谢亲家